又是北海道 這種土碟太常出現了吧 北海道、婆羅洲都太常出現了吧 反倒是中原那種土 哇這個運氣也太好了 開場馬上就 木寶 北海道的木寶也是蠻不錯 這可以多發一點木 然後蓋第三座房子 這場我們來報一下點位喔 藍色的 要怎麼唸啊 Zenjack 他本來是玩中國的啦 玩中國的日本玩家 這場竟然跑去玩書族了 CIA MGYIC 不好睡 來玩玩家 玩瑞典 他這樣地圖是北海道 兩個玩家分別是落在4點鐘跟8點鐘 底下有非常小的海獄 然後有三隻金魚 還有巫賊 巫賊跟一些泥鳩 現在有大平原嗎 好像沒有了 應該沒有大平原了 在標準地圖裡面沒有大平原這張圖 但是有中原這張圖 大平原好像落在全地圖 就不是天梯的快獸圖 我是覺得地圖池是有問題的 以前很多很好的地圖 也都沒有放在這個快獸圖 這樹沒有吃到耶 不然其實可以往上蓋一點 這樹沒有吃到 他也要貼得太近了吧 幾乎貼在整個貼在樹的上面 才有辦法吸到 他這個噴定很奇怪 我們看一下拉科塔的牌 單純 這張圖 卡卡之前打很多阿 現在感覺是 冷卻了嗎 還是要找工作 海卡喔 沒有啦 放一張海盜船 對海盜船 這張圖打海沒什麼意思 靠這個拉 那個 戰鬥毒 這個圖要打海其實沒什麼控制力 跟 跟新英格蘭或者是像是 這叫什麼來著 新英格蘭大湖區 打海才比較有 這個是不是要被偷保了阿 阿 被偷保了 阿 被偷保了 主要是看拉科塔有沒有發那張 變身卡阿 骨頭馬變白馬的 他有放阿 對阿 看他什麼時候打這張卡阿 關鍵 這場瑞典也是一個TP開局 不是 那是蘇族 蘇族的 我又看錯點位了 所以蘇族是一TP開局 有可能打半直升 然後瑞典是兩防射 快升 欸 蘇族選了一個快升 通常是會選四百姆阿 快升就可以早點發 發時代二德卡 骨頭馬阿 或者是七百星七百姆之類的 你看這個又是 你看在採金 上時代要發水槍 對 應該是阿 其實這一招打蘇族真的蠻好用的 你早發三春卡 然後 春去 拉去採金 直接發水槍 可以防出主第一波的兵卡 而且跑速也夠快 攻擊也夠高 可以跟弓馬對射 弓馬會射爛嗎 反正點掉戰球就對了 不要讓他戰球活著 弓馬會被 水槍射爛嗎 這房子 其實可以再蓋上面一點 之後這個吃完可以吃這個 太遠了 洗不到 這樣太遠了 他判定真的很怪 問題是上面那隻就吸得到 你看上面那隻吸得到 這個 不見了 這 到底是 他那一隻在果樹蟲 屍體有一隻阿 也吸不到 這也吸不到 對在果樹蟲那邊躺了一隻屍體 有有有 金礦底下村民站的那一隻 有一隻動物屍體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動物屍體 喔喔 漂亮 喔 斧頭馬 跟我想一樣 發睡槍了吧 錢還不夠 要多少錢 600 有有有有 夠了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 沒發 慢了一點 這個被抓耶 這被抓耶 這蓋不起來吧 這要被燒掉啦 哇 Sandrian很有經驗耶 我不知道他玩書族也這麼兇的 這隻射不射死 射不死啊 太遠了 裡面村可能不夠 有 對有一些是躲在燒戰裡 對有一些是躲在燒戰裡 那其實有點小虧耶 因為你前面沒有抱到房子 然後你的村民又停滯 就躲在那個 村鎮中心裡 看一下書族的打卡 應該是接700金吧 等一下喔 拉起來了 五村 喔那經濟的 現在書族有那個四村卡跟五村卡 強很多 繼續出弓馬吧 出斧頭 喔他要變身 他是要變身 對他要變身 要出斧頭 但是我是覺得至少要湊到十幾隻吧 十五隻變身 比較強 如果不到十隻就變 就蠻虧的 喔發了 蠻虧的 真的蠻虧的 沒有啊 可是他是想說這一張換你這個 差一點點 這個要被抓一隻了 哇 現在這樣就沒有用啊 你現在越來越少了 還在出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來得及 只要他肉趕快再多彩一些 就來得及 那這樣還行 來得及嗎 不行吧 來不及吧 來不及了 八隻了 可是這個 這個還是會被換掉吧 點就好了 沒 爆水沒注意到 剛剛可以多點一隻的 剛剛可以多點一隻的 可以可以 因為他打的速度很快 1.5阿 剛剛其實可以多點一隻 比較虧 現在比較麻煩是 這些東西 這些白馬不死 卡爾很難打 非常難打 超級無敵難打 超級無敵難打 喔還發攻擊力 肯定要發攻擊力啊 發生命值我覺得也可以 我是覺得可以發生命值啦 因為他打這已經夠快了 不太需要那個 活久一點反而比較好 可是他這樣變成跑不了村了 白馬打村太爛了 可是 瑞典 本來就可以跟日本差不多 歸在家裡 對對對 歸在家裡 他其實可以去幹海邊的那個 海邊的那個景況 西白金 這應該是要拼上時代 你看 外面那一隻有吸到 外面那一隻 動物有吸到 喔有吸到 動物好像是奇怪 有沒有突然變得有點lag 沒有喔 Discord的問題 還是 還是你先暫停 然後Discord重開一下 稍微有點卡 他剛剛有點卡卡的 怪怪的 有點卡 OK 繼續 正常了 可以可以可以 這邊直接壓進來 我覺得這樣舒服壓進來還蠻虧的 因為其實不一定打得到東西 就是把卡爾吃完而已 有 12吋 11吋 10吋 所以才說 你看你這邊有四棟房子 可是只吸一隻動物 像果樹從那邊那一隻屍體就沒有吸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 有 有有有 不是吸果樹嗎 它是吸動物 不是不是 果樹在吸這個啊 所以它到底是幾個房子在吸幾個果樹啊 看不懂 一個一個房子只能吸一個動物啊 快生吧 真的是很難很難讀得懂 到底怎麼有個吸法 哇 哇又被抓到村 好虧喔 好虧的 躲掉一個 哼 還是死了一樣 打叔叔真的很煩耶 因為他 他沒事就一直衝上來跟你換 然後你又換不理人家 泡一泡不理人家 然後你要追又追不到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圍牆 對 鬼在家裡蓋牆 你把牆蓋起來 他連想要進家裡都進不來 日本打叔叔叔最開心的 來啊 拉克塔沒有泡兵 可是他現在沒有卡 那個房子卡住村民了 你看那兩隻村民 他為了採礦 結果被自己的房子卡到了 超慘 他現在是要拼死 這是要發黑騎士吧 對拼死發黑騎 直接就可以解決這一團東西了 這沒有要硬燒吧 哇真的假的硬燒 拿出蘇竹人的氣魄來 喔 黑騎士來了 可以 這先把白馬點掉吧 先把斧頭馬點掉 其實重要的是 蘇竹應該要趁這個時候 把自己的經濟變強 不是一直出兵 趕快上司再出瓦奇納 對 出瓦奇納或是搶TP都可以 不是在那邊一直出兵 因為蘇竹真的強的是十代三的兵啊 而且你的白馬還會自動升級耶 他卡十代二就不對了 你看到人家都上十代三了 你還不上十代三 就表示 Sandrac真的是強在控兵 但是對蘇竹沒有概念 來了 黑騎士來了 黑騎士來了 秒殺的瞬間 砰砰砰 開砰砰 開砰 也不怕被砍 因為進防 對 要進防 現在把白馬點一點就好了 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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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可能會去 有殘血的了 要彈拉走 要彈拉走 連民兵都跳啊 會不會有點虧啊 不會不會不會 好現在可以了 有有有有 可以可以追上去追上去 追上去 死死妹 死死妹 OKOK 死死妹 他有沒有在上十代啊 沒有啊 我就跟你講 他不上十代又停村 沒概念啊 真的是 還是玩中國就好了 遇到黑騎士就不行了 概念不太對 對 黑騎士真的是 罩門 真的是打馬的神器啊 這很痛耶 打馬2.5被等於一槍一擺 是啊 其實打蘇竹 好像 蘇竹出撫濟兵 好像可以出 芬蘭 芬蘭 青裝 算比較青裝 可是芬蘭青裝會被白馬射啊 也不太行 知道啊 可是他才十代二而已啊 是啦 是可以打這個十代優勢 還有一個 還有最後一個是老鷹的內戰 OK 看老鷹的吧